捉招失事的意大利游轮的船东说可能需要7-10个月才能将这艘轻覆的游轮从意大利一处沿海海域移开 总部车在美国的加联华游轮集团说已经与10家公司进行接触提交有关这项工作的计划 加联华游轮集团计划在下个月底之前决定由哪一家公司来到移开科斯塔康科迪亚号的船体 目前科斯塔康科迪亚号的所在位置是一个敏感的环保地区 上个月排水量超过10万吨的科斯塔康科迪亚号游轮在吉格里奥岛附近触礁之后傾覆 造成至少17个人死亡 救援人员总部试图找到仍然下落不明的15个人 科斯塔康科迪亚号的一半浸在水里面 J мн就是计划水 Они van写想的自僭证 Congress 通知不写人 他越养聚可理计中